修行 无论修哪个法门 修得再好 稍稍有一点傲慢就完了 为什么呢 他修行所得的是烦恼 他不是三昧 三昧是清净心 他不是三昧 他不是智慧 他生烦恼了 自以为很高了 高人也等了 别人都不如我 傲慢心生起来 这个错了 这种修行方法呢 那就是今天所讲的 他搞的是佛修 他不是修佛 学的不错 也能讲得天花乱坠 甚至于著作等身 烦恼习气 一点都没改 这是佛修 舍佛的人跟这个不一样 舍佛的人是要 转烦恼为菩提 你怎么转不过来呢 放下就转过来了 放下不是世上的方向 为什么呢 做事没有障碍嘛 离世无碍 世世无碍嘛 障碍是你的错误的念头 就是妄想分别执着 这是错误的念头 与做事不相干 真的是意念主在一切 你看看 你有这种分别执着 一天要吃三顿饭 一顿不吃就没得慌 执着啊 如果你一天吃一餐呢 你就没有想到还有什么早饭晚饭 没有了 饿不饿了 不饿啊 这没这个念头啊 佛经上说的 一切乏从心享受呢 我们也看到 这是最近看到的新闻 好像是一个印度人 听说有六七十年 没吃东西 没喝水 他也没有大小病 人和得很正常 可不可能 可能 为什么可能 发心融通啊 性向不妨碍啊 他为什么能做到呢 他没这个念头 这个在我们现在讲 他清静一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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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也对我们六道凡夫了解得很清楚 叫你完全不成意做不到我 所以佛给我们实现的一餐 佛当年在世一餐就每一天吃一餐 一餐一餐 一餐 一餐够不够 够了 我们现在够不够 不够 你们决定不够 为什么原因呢 你们消耗能量太多了 必须要补充 消耗能量最多的是什么 不是劳心也不是劳力 而是妄念的 妄念消耗能量最多 我早年 那时候二十几岁 学了佛了 我就练习 晚餐这一段断掉 我的方法是减食 一天减一点 一天减一点 大概两个多月 晚上东西就断掉了 是慢慢减 就变成习惯了 省很多事 省很多时间 我是三十一岁 跟李老师 跟李永安老师 知道李老师 日中一时 好像在他中 住了一段时期之后 我就跟他学习 我把早餐 早餐这一段也断掉了 不难 我一吃一餐的时候 吃到第八个月 我才告诉他 我说老师 我已经吃一天 吃一餐了 他说多久了 八个月了 怎么样啊 很正常啊 桌子一盆 永远保持下去 简单的生活 可不求人了 中国古人讲啊 人道无求品质高啊 我们生活简单 需要量很少 可是我的一餐 跟他一餐比呢 他吃的比我少 他是山东人 喜欢吃面食 告诉我 应光大师也说词 你看文抄里面讲 面食的营养 比米饭营养高 吃五 日中一时 最好是用面食 这应光大师讲的 有道理啊 所以李老师是 这个日常生活 都是面食 非常简单 都是在意念 你有这个念头 就就 问题就出现了 那么我出家之后 收集 收集好像是一个月 而且一个月零三天 在接他 很多 这个 这个 同学 要发心 吃 收集很累啊 扩程很多 操心 劳力了 我在 我在收集的时候 完全开源 吃三餐 为什么呢 需要体力 来应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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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寺 这个33天的佛寺 所以我不干 我看他们出发音 根本没有基础嘛 吃得不到两天 就摸得不能动了 是 要再吃东西 我说那户鼻呢 我说我吃这么久了 我遇到这个事情 我不干 我说这个 这个是我的开源 所以这一切事情啊 要看状况 状况许可 生活正常 我们过正常生活 生活不正常 那我们有变通的办法 不要固执 固执 就错了 所以这个 事出事发的 告诉我们 通全打变 在有变化的时候 一定要懂得 怎样来处理 你这个 这个身体精神不好 你在这一个月当中 密集的过程 你怎么样学习 学佛 老师常常告诉我们 学佛是学智慧呀 不是学迷惑 佛法讲得很清楚啊 特别是大乘法 法无定法 我们都这个 真的是了解 你看第二端讲的 法无定心啊 心心是变 从云而生 哪有定法 修行的目标 这个不能不知道 目标是什么 我们这个经 我们这个经体上 说得清清楚楚 清净 平等 平等 这是我不要 这个戒律 吃得很好 好像每一条啊 都做到了 都没有饭了 心不清净 有没有 没有 戒律 清净啊 我见过几个 吃戒很严 可是 共告我慢 瞧不起别人 那认为什么呢 他戒律很清净 你看 别人都没持戒 都不如他 起共告我慢的心 错了 形式上 这个这个这个戒律 那这四项上讲 应戒得定 持戒的目的是什么 持戒目的是得定 你共告我慢 你得不到定 你心不清净 修定是为什么 修定是开智慧 定生会 智慧没有开 那个定就被修了 戒持了 得不到定啊 这个戒没有效果 所以一定要知道 我修这门东西 目的何在 持戒是在清净心 清净心就是定 清净心 在我们这个晶体上 是为了的平等心 平等比清净更难 平等心得到了 就能开智慧 大车大悟 明心皆心 所以我们看这个经上 这个三个修行的标准 清净心是阿罗汉 辟知福 平等心是菩萨 觉是祝福如来 总的原则 总的纲铃 那就是放下 不放下不行 修行 无论修哪个法门 修得再好 稍稍有一点傲慢 就完了 为什么呢 他修行所得的是烦恼 他不是三昧 三昧是清净心 他不是三昧 他不是智慧 他生烦恼了 自以为很高了 高人也等了 别人都不是悟 傲慢 先生起来 这个错了 这种修行方法呢 那就是今天所讲的 他搞的是佛学 他不是学佛 学得不错 也能讲的天花乱坠 甚至于著作登圣 烦恼习气 一点都没改 这是佛学 学佛的人跟这个不一样 学佛的人是要 转烦恼为菩提 你怎么转不过来呢 放下就转过来了 阿 祢 佛 佛 阿 祢 佛 阿 祢 佛 4